这个画面你应该不陌生 台湾的创业加盟产业早已经享誉国际 无论是早餐、茶饮或是咖啡连锁 从夫妻创业到转换跑道 台湾人想自己当头家的意愿越来越高 与其帮老板赚钱不如赚进自己口袋 打造自己的事业 根据1111人力银行最新调查显示 有高达8成7的受访上班族有意创业 在以族群细分41到45岁的年龄层最多 这又代表了什么意义呢 而除了圆梦、工时巨弹性 许多新兴人也成功创业 记者会中邀请这些创业者现身说法 分享甘苦谈给想创业的你 一起观赏今天的职场新闻 今天我们看到所有调查的朋友里面 不管是新兴人还是上班族 大概有8成7的朋友 他们想要自己来圆梦来开一个店 或者说来自创品牌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说创业到底要多少钱 这第一桶金在今年统计起来 一般人心目中第一桶金要开店的话 大概是新台币88万 比去年是增加的 去年只有62万 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一方面 可能是景气好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大家想说规模 可能会跟去年比较不一样 而且所要做的这个产业类型 我们看到文创方面是占相当高的 所以在文创产业方面 软实力这一部分 都受到今年想要创业者的青睐 那在创业方面需要注意的事情 我们建议大家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要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第一个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要创业 一定要问很清楚 第二个是然后呢 然后我应该怎么做 当然有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说我们在创业的时候要调查 调查这个行业 是不是可以来自己来从事 那用自己第一手资料的调查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开餐饮店的话 我们建议大家最好到实地 到这家餐饮店去工作 那么在第一现场 你会穿上这个制服 然后跟客人来问候 体验这样的感觉 如果说你真的觉得适合你 而且这对你来讲是有商机的 再来开店相信是比较踏实 其实因为我们是从事摄影 那时候我们没有资金做摄影棚 所以其实我们接的都是外拍 那外拍比较辛苦的就是不管是烈日啊 或是环境很糟糕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在找到很棒的景 然后帮小朋友拍出很漂亮的照片 那时候碰到比较困难的可能就是 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面临到非常多 我们没有预期的 像是到了那个景点全部都大陆客观光客 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取景 那这个是其中拍摄中的一点 那再来就是我们后续的一些工作上面 我们只有两个人力 然后我们必须从头到尾都是自己 包含就是修骗啊 然后客服啊行政初建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来 是这些比较没有时间去分配 去照顾到我的小孩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 有时候不一定是说 当然经验很重要规划也很重要 可是有时候你过了那个念头 你可能就不会再去做这件事了 所以如果当你心中有一件 你觉得你非完成不可的事情 那那件事情不管看起来有多遥远 其实你都可以反正趁着年轻 不管你几岁 你有这个想做的心 就可以放手一搏试试看 收入面来看 当然是比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 我觉得我创造了更大的价值 但如果你要说收入变多 可是生活有没有变好 我觉得其实赚进来的钱 因为你是在经营一个自己的品牌 所以你赚进来的钱 其实也是不断地在投进去 对啊那对我来说 我的生活品质 生活水准是差不多的 然后反而因为是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赚的钱 你也都是积极地在投进去这样子 这个一开始是我自己做会自己带 然后朋友生日 我可能也会做送他们 然后或者是朋友看到喜欢 他们也会请我帮忙做 比22K好 我现在其实就回本了 好 我妈咋试试看 我妈咋试看 OP 突ən